1981年香港狐仙事件曾经轰斗一时 自从香港虎豹别墅外的一堵墙上 出现了狐仙的头像 怪事就时有发生 传说中狐仙吃孩子的故事 是不是真的呢 这无辜的婴儿相继遇害 又是怎么回事 香港的狐仙事件究竟是什么情况 下面我们来一集了解一下 1981年发生在香港的狐仙事件 狐仙通俗点说就是狐狸精 据说在道教衰弱之后 作为五大仙之一 被民间供奉的一种法力很高强 还可以化作人形的大仙 在唐宋时期 狐仙被人设庙参拜就已经十分的流行了 甚至还有无狐媚不成村的说法 历史上最著名的狐仙 莫过于是九尾狐 达己 他美艳绝伦 同时也心肠狠毒 诅咒为虐 最终导致了商朝亡国悲剧的发生 1981年 位于香港温沙大厦商场里的温沙皇宫大酒楼 一直生以兴隆 采源广进 但是最近这座商城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原来在温沙大厦商城的附近 有一群别墅群 叫做虎豹别墅 别墅外的墙上有很多奇奇怪怪 但是又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图样 每天早上 工人们都会在这堵墙上抹画 保证这些画干净漂亮 可是这一天 小张照例背着自己的用具 来到了这堵墙边 可是他看到墙上 竟然多出了几个狐狸头 他大吃一惊 因为他天天都来这 昨天还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狐狸头呢 怎么今天就出现了呢 而这些狐狸的眼睛深邃黑暗 好像是要把人吸进去一样 远远的看去 非常的逼真 绝对不是一个晚上 就能够画成的东西 在感到奇怪的同时 小张叫来了工友们 一起来观看这些狐狸头 但是一众来到的时候 狐狸头居然不见了 墙面上干干净净的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工友们说 小张是不是看错了呢 纵使小张有百般解释 也没有人信他 小张最终因为压力过大 请了假 但是也不乏细心的工友 在这里发现 这场闹剧发生的第二天 当地一个有名的道士 就来到了这堵墙边 做了好些的法 还用黄纸贴在了墙边的一块石头上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 让人们不得不猜测起来 就在墙上的狐狸头出现没几天 温沙公爵大厦里面的一块装饰用的云石上 竟然也出现了数个狐狸头的影子 这次前来围观的人可不少 在狐狸头的树木 大约有七个 都清清楚楚的印在了那云石上 这来者呀 无不是嘖嘖称奇 当天温沙大厦 甚至前来参观狐狸云石的市民 因为太多 而被迫停业一天 最后 还是用保安 用了一块布 把这块云石给遮了起来 才让参观的市民少了一些 诡异的事情 接连的发生 在云石被发现后的一个月之后 这一天 位于温沙大厦内的温沙皇宫大酒楼 承办了一起买月酒 由于孩子的父母还算是人物 所以 前来参加这次酒席的人确实不少 但是酒席办完的当天晚上 孩子的母亲 做了一个恐怖的梦 在梦里 母亲好像又回到了白天半酒席的 温沙公爵大厦内部 只是这次 没有到楼上的酒楼内 好像是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 直接的把这位母亲 吸到了一块 盖着红布的东西旁边 这个母亲好奇的揭开了红布 发现里面 竟然是一块 画着栩栩如生的七只狐狸的云石 这每只狐狸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像是要滴出血一样 这个母亲当即大吃一惊 几乎是想要夺路而逃 没有想到的是 这群狐狸中最大的那只 直接就从石头上跳了出来 她的身体不断的长大 几乎要碰到这层楼的顶楼了 母亲被吓得瘫倒在地 只见这只巨大的狐狸 用尖尖的爪子 印住了这位吓坏了的母亲 大声的说道 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啊 竟然不给我狐狸大仙敬酒 我要杀掉你们的孩子 我要咬死他 说完就朝这个母亲扑了过去 当时母亲被惊醒的时候 已经是浑身大汗淋漓了 她赶紧叫醒了身边的丈夫 把自己的梦境讲给她 丈夫听了之后大吃一惊 不是因为别的 因为丈夫也曾经去看过 那个有名的狐狸云石 但是她相信 前几天从国外的医院住院 回来的妻子 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但是她梦中竟然梦到了 那块狐狸云石 这夫妻两人就觉得有些可怕了 两人干脆披上衣服 去儿童房里看自家的孩子 但是此刻已经太迟了 母亲一进到儿童房的门 就看到孩子已经是面色发青 没有了呼吸 她大声的哭喊着 跟丈夫急急忙忙的 把孩子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 孩子已经死去了好几个小时了 但是死因是未知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停止下来 因为除了这对可怜的父母以外 狐狸云石在的温莎公爵大厦 被发现之后 温莎皇宫大酒楼 承办的几乎所有的满月酒的孩子 都在短期之内 因为某种不明的原因去世 而且孩子的父母 无论是知不知道狐狸云石的情况 都曾经在梦中梦到过一只 巨大无比的红眼狐狸 这一时之间 各路的媒体对这件事情 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报道 这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们 也是义愤天鹰的要求警局彻查此事 最后 酒楼负责人请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高人 带走了那块奇特的云石 并在此处做了一场很大的法事 虽然如此吧 从那之后 香港人都不愿意在温莎皇宫大酒楼 办什么满月酒的 后来温莎公爵大厦甚至在顶上 建了一个小型的儿童娱乐园 但不对外开放 只有在夜间工作的保安才知道 在此处绝对不是给活着的小孩玩耍的地方 因为几乎每天晚上 他们都可以听到从顶楼传来的 阵阵的孩子的笑声 至于现在 还有说法称 当时被法师带走的狐狸 并没有死去 或者是被封印起来 而是被放生到了台湾的阳明山上 和山上其他的狐狸们一起修行 但无论怎样 悲剧已经发生 至于狐仙的一个个恐怖的故事 还在警告着这一代又一代 与狐仙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人们 小新狐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